好 现在呢我们要颁发的另一个奖项呢 就是最具潜力新人奖 这个奖项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年陈洁一就是拿着这个奖项 然后呢是勇闯海外乐团 好 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邀请颁奖人 也就是我们YES933的节目总监 俗称我们的老板冯慧师小姐 欢迎 哈喽 晚上好 我是慧师 谢谢你们出席新加坡金曲奖 也谢谢所有的歌手的出席 那今天我在这里有一个想法 因为看瘦看到现在 那刚才呢有很多新人得奖 那本地 在本地当新人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小 我们的专辑的所能卖的数量呢也有限 那如果加上这个新人的唱片公司 并没有把他推介到国外去 没有让他到香港啦台湾啦 甚至是中国大陆去走一圈的话 他自己呢就没有增值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 可是虽然新加坡的音乐市场很小 可是我们的音乐梦想很大 所以 所以身为新加坡第一的音乐电台 YES933决定鼓励这位不怕艰辛 前途有很多困难的新人 希望他拿到这个奖项之后呢 能够为他的身价增值 新加坡金曲奖2008 最具潜力本地新人奖的得主 你们猜是谁 我们要恭喜Derek和卫健 恭喜 恭喜Derek 我重新组织一下感谢词 OK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咪 然后接着呢 我要感谢华纳音乐的Kelvin 再来多一次 我要感谢华纳新加坡的Richard James 还有所有的同事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 接着我就要感谢 我一直支持我的支持者 我要你们知道这点 就是你们真的是最棒的 然后当然最后要感谢 主播大会933 给我这么棒的一个鼓励 我一定会继续加油 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Derek和卫健 为我们深情演绎这首歌曲 你走天桥 我走地下道 欢迎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把我心燃燒 也得不到拥抱 所有征兆 让一切的美好 停在我的手表 慢慢的消耗 消失在每分每秒 把你我老卷捏碎了 真心无法做比较 就算我爱得很霸道 看你走上了天桥 我走下了地下岛 你和我的爱情 就已落在街角 看你越过分个道 我专心感情到 一路把过去摔掉 忘了曾经说过 要一起到老 我的眼睛已模糊视角 在这条层中 我要一起走得幸福大道 看你走上了天桥 我走下了地下岛 你和我的爱情 就已落在街角 看你越过分个道 我专心感情到 一路把过去摔掉 我曾经说过要一起到老 我曾说过要一起到老 你的爱情 一直到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Derek和韦健 我想接下来呢 他到这个中国内地也好 到台湾也好 一定有更多的人会喜欢他 希望Jare can多多加油 加油